《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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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么傻啊? 对上一次 我拿不到三次密书连续100分 我足足跪了去厕所三个小时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个大学不业商出来找多少钱? 比较你晚三元 我租五笔要出来洗碗 也多找个你 难道读到书就是这样吗? 想发达就应该早点学会投机炒卖 正所谓你不找竞争, 竞争都要找你 现阶段我扮住乖制 同时提升爹妈妈的避影意识 将来小个人和你分家产 《我的生涯规划》这段片 点击率超过100万 并且引起不少讨论 我们今天就请来电影导演 赵罗莉、Ronnie以及TSA关注组赵集人 何美宜一起谈谈 看看现实是否一样扭曲 不如先问一下Ronnie 拍这段片的原因是什么? 想表达什么? 原因首先是 我已经到过差不多生小孩的年纪了 开始留意一些小孩的事情 发觉小孩原来 他的成长和我过往的成长很不同 然后就开始找越多资料 看电视 或者观察一些小孩的现实生活 和家长聊天 觉得现在的小孩很没有童年 太多功课、兴趣班等等 而很多他们都是不愿意做的 本身是一个生小孩的资料搜索 对 有点 有不少人都看完 我也有点心寒 美儿 你也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段片是正正导出了 现在在香港社会里面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近期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自己选择轻生 他们面对很多困难 看回这段片 其实带出小孩的困难 他的困局不是说去到十多岁才出现 是在他小学阶段的时候 他已经是每天的生活 是面对着很多困局的 这个是值得反思的 第二件事我看到的就是 说一些家长的做法 我同意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家长 他们在一个社会的趋逼 要求要却越的大环境之下 可能在自己 怎样去带小孩子的时候 是作出了一些判断 是影响到自己的小孩子 是 然后Ronnie 其实你之前也提到 这个也是比较疯狂的故事 例如我们都见到三个小朋友 一个就是说 不如炒股 一个就是 其实是牟住父母的家产 一个就是说 其实读书都没什么钱 其实你们觉得 现实都是这么疯狂 还是都是夸张了呢 我想其实现实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其实大家留意到 除了第一个要轻生的小朋友 另外三个都是说 跟钱有关的事情 他任何的动机 都是跟钱有关 某程度上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 尤其是在香港 投机炒卖 是特别严重的 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少少 导致到 教育制度也有少少扭曲了 我觉得有少少竞争 要入大学 等等的东西 那好像 和我想教育原意 好像有些出入 因为我教育原意 就觉得是要 品格为先 我自己觉得 现在就似乎是 成绩为重 那就 然后就有个恶性循环 我自己觉得 贝宜你怎么看 特别是自己三个小朋友 现实是不是都是这样 我想现实 有多少小朋友 是去到这么功利主义呢 可能再大一点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一定 但如果是在这个 小学的 岁数的小朋友 我想他们是 在一个困局里面 他们每天 只是做功课 墨书 测验 考试 迎合爸爸妈妈 迎合老师 学校的要求 可以说是 一个苦悶的生活里面 去成长 那你说是否悲哀呢 确实是的 那究竟 为什么会造就到 一个这样的大环境呢 其实都是时候 大家一起想想想 为什么造就到 这样的环境 怪兽家长 是否其中一个原因 你觉得 我想整个气候 都是 因为可能 所谓的怪兽家长 这个定义 很难定义 是整个制度 要鼓吹一种 所谓竞争的风气 然后才造就到 一些怪兽家长的出现 刚才Ronnie说得很对 就是 究竟现在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造就了 一个这样的怪兽 我觉得不单 只是怪兽家长 有时候可能 是一个怪兽制度 其实你针对 这个教育制度 其实都对一些 特首候选人 都表达到一些意见 例如 你都发过 公开信给其中一位 你觉得 他们现在 三位都有 不同的教育措施 是否可以针对到问题 我只要看 他们三位的 政纲里面 提及到教育的部分 我觉得 他们的着脈 其实不是太多 另外 还有就是 他们很蜻蜓点水 这样去说 应该怎么解决 通常都是说钱 大耍金钱 有一样东西 我看都很 我都挺害怕的 其实各个候选人 都有说一样东西 就是 要加很多东西 例如要加书 加书 加书 加中史 生命教育 加艺术 加体育 我其实我会问一样东西 你要科事 只有这么多 你的平核 你是没有改过 除了一个小三TSA之外 你说会国字之外 或者是取消之外 你觉得精杰 其实有些是不断加书 但是减的 没错 其实你这段影片 很多教育界都有很多议 也有很多议 也有很多讨论 但也有人说 这段影片当中 给一些负面讯息的小学生 甚至有些偽言耸听 你自己怎么看 首先 我其实创作的意念 有少少是想试下为小朋友发声 因为其实他们说的话 是没有人听的 他跟妈妈说的很辛苦 没有人听 我有时候就会代入了少少 那谁听我说话呢 于是我就创作了这段影片 至于里面所谓的负面讯息 其实大家知道上网也有很多色情 暴力 警察讲粗口 全部都教买孩子的东西 作为家长 其实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小朋友 甚至是未成熟的时候 你更加应该要管制他上网 去看一些什么 还有我会觉得 这个世界是有坏人的 你不能全部创作都是没有坏人的 我认同一件事 就是孩子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和资讯这么发达的世界 你基本上是阻止不了他 接收任何的讯息 我很同意的就是说 其实家长应该是多些时间 和小朋友一起去面对着 这个现实的世界 但是你拍这段影片的时候 里面也有些小朋友 说出了这些说话 你拍的时候他们明白吗 我拍之前有和家长谈过 因为我不会和小朋友说 拍不拍 我和家长谈过 故事其实就是这样 我想带出一些什么讯息 也可能当中有一些回响 就是被人批评 究竟你们小朋友 能否承受到这个风险呢 我也将我预算的所有结果 都说出来 我没有逼到任何家长 其实有些人倒下了我 说太敏感了 不做了 但是幸好 最后有四个家长都觉得 其实有剧本 不是教华人 其实他是想表达一些 所谓社会的现象出来 近期都有一些 学生和轻生的事件 都有些上升 你们觉得可能 来一家的新政府 有什么可以做 去解决这个困局 首先有一点 就是可以减的东西 应该要先减 因为压力是滚全的 就是从小时候开始 一直滚到上去 大过的时候 你处理不了就爆煲 所以我都很觉得 与其是做一些 事后的补救的工作 是应该做预防的工作 那讲的预防就是 你要减一些不需要有的 莫需要的评核 考试 功课 那这些其实是可以减的 是应该要减的 我见到眼见的问题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些学习的压力 那怎么去舒缓呢 就要政府去想一想 还有是不是要继续鼓吹 所谓竞争的风气呢 那也都要大家反思 那《我的生涯规划》 这一段片 的确为学生、家长 或者学校 都敲起了警号 如何为学童 建造一个快乐的童年 的确要深思 今天多谢两位上来